Stanley继续继续主持问答环节 欢迎家庭观众 继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继续传电邮给我们 上一节都讲开一些将会公布的CPI方面的数据 看看国家统计的方面 明天就会公布中国的CPI和一系列的数据 当中市场亦都普遍预期 CPI数字亦都会回落到4.4% 较10月份的5.5% 明显下跌1.1个百分点 亦都有机会创一年的新低 不如都问一下Stanley的意见 看见期内的食品价格都开始回落 还有来需放缓的迹象出现 不如你又讲一下你怎样预期 内地通胀方面会否继续回落 基本上趋势就应该持续下去 因为你见到期内的食品价格 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特别是你见到与民生息相关的 譬如一些猪肉或者一些肉类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的市场出现了 所以也预计得回 你说在11月份的CPI的数据 现在在一些市场统计方面 预计会回落到4.4% 我自己都觉得 去到这些水平都是比较正常的 还有预计得回到12月份 甚至是在下年度的时间 虽然你说年初的时间 可能CPI有机会回升 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因素 充斥价格的因素的影响之下 但问题是长远看的话 似乎现在内地方面 或CPI方面应该会有机会进入回落 而这方面来计的话 变相是有利于内地方面 可能会推出一些 叫做更加放松 更加的一些草丝会出现 好,谢谢 另外不如说回猪肉价格方面 见到有业内人士也说到 估计内地的猪肉价格 其实已经是见底的 当中由于因为中国 从最大的海外猪肉供应商 美国方面进口激增 令到内地的猪肉批发价 从9月16日的高位 去到26.44人民币 都是跌了11% 当中都觉得有人也预期 就是生猪肉的价格 可能在明年的1月春节之前 会上升12.5% 亦都是回落到今年9月的水平 我都问下你意见又怎样看 基本上你说生猪肉价格方面 我可以这样看 本身你说在过温一段时间 为何会说猪肉价格会上升 当然你说成本升幅比较强 而当中你会见到一些 个别的资料的价格 其实都是在上升 所以变相其实是叫做 带动了猪肉价格 一个比较明显的升幅在这里 大问题是在年中打后的时间开始 其实你会见到一些成本的 即是鱼权料价格方面 比如一些资料价格 其实都开始在回落 变相对于猪肉价格方面 变相是下跌之余 供应量方面其实都增加了 变相连到需求量方面 变成了处于一个比较充足的状态 连累之下 其实猪肉价格也开始有下跌的迹象 这个趋势我自己都认为 当然因为到了明年年头的时间 例如1月份的时间 都是因为一些充斥的假期之下 你的价格可能会有机会回升 但问题是大趋势来的 大家都会比较预计得到 即是本身在一些 资料价格下跌的情况之下 以及一些人工价格 可能都有机会有回落的情况出现 所以变相对猪肉价格方面 都有机会再度回落 不断回落 如果这情况出现的话 变相CPI方面 在之后的时间 也会持续出现下跌的情况出现 其实相关的股份 都要提一下 编号1068的鱼润食品 这一款现价是在做10.58 其实刚刚也说到 可能新年那段时间 生猪肉价格会有上升的迹象 这一款会否提高一些症患症 它已经有太多负面新闻 搞到它都应该做得一样 其实看来 鱼润本身经营的业务 是比较叫下落的业务 最主要包括一些冷冻的猪肉 和猪肉加工的制品 所以如果猪肉价格下跌的话 变相会拖累 就是鱼润本身的销售收入 当然公司也在之前的时间 都公布了刑警 也预计盈利方面 都会跌至两成半左右 但问题就是 刚刚提到 其实对羽润本身 最大的一个影响 反而我觉得 你猪肉价格都真的叫其次 反而就是公司本身 因为过往来计 都比较多一些负面的消息影响 虽然股价方面 其实过往一段时间 都得到比较大的跌幅 之后 其实都未见到股价 有比较危险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暂时看这个情况的话 我自己都认为 当然 你猪肉价格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 但一些实质性的管治上的问题 可能对公司的影响更加之大 所以我建议 暂时可能这个股份 暂时都未移尖手 好 谢谢Stanley 听听家庭观众 王小姐的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2823 A50和857 在什么位置入 好 比较好一点 刚才听到上证可能会 穿一穿 235 在什么位置入好一点 好 不如先再说 2823 A50现价是10.94 暂时跌4 未有货 这只怎么看呢 其实我先问一问 加联盟主的问题 就是2823 你个人打算是长线持有 我们打算是短线 335 稳定 是 黄小姐 打算是短线还是长渣 中短 中短线 其实你说2823 本身都是追踪 A50指措一个ETF 当然如果你是内地股市方面 有机会会再试底 再探底部的话 其实都可以说 等它回落多一点 才买都未遲 但是本身 你会看得到 例如移回现在2823的图备照 你会看得到 估计之前本身 其实都有试试一些低位 就是之前的时间 你会看得到 大概只要下10.5L水平 所以如果你是中短线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只要下10.5L水平 其实是可以考虑买入的 最初步看 只要它能守住 接近9.8L这位置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又不需要太担心 可能基本上可以把买面 不用在这里住 当然你说在内地股市方面 如果明天公布的数据是你好的话 甚至乎如果你看到之后的时间 有些政策出台 是会对放松行间有更多的情况出现的话 除了内地股市 可能有机会有些冲击的作用之下 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所以我建议暂时看 只要在接运 在接运大约10.5L水平 卖入的这个位置 最后再看指示位置 9.8L的位置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先握 不需要太多走势 好 再看另一只 Pino 857的中石油 9.8.3L 暂时跌2.1L 这一只又怎样看 中石油反而要留心一点 因为本身看到油价表现 其实都是比较反复 当然这一段时间 其实油价做得是不错的 当前经济做得不理想的情况下 油价仍然站稳在百元楼上的水平 但这个因素最主要 都是受到一些地缘政治的拖累 而令油价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对油价前景上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又不是那么乐观 特别是你会见到 全球对油的需求量 其实在下年来计算 大家都会预计 可能会随着经济转转差 而有一个减低的需求量 虽然前景上 其实中石油本身 其实都可以这么说 本身走势上 其实近日来说 都做得比较不理想的 因为你见到它的股价 其实之前曾经去过10个月 遇到这个位置之后 也都已经下回来 无力再上去 应该高的位置 现在要先调回到9.8的水平左右 所以初步看 其实你见到形势上 暂时在9.8 是有短暂的支持位置 但问题是我都建议 暂时都是观望一下 因为一旦守不住9.8这个位置 其实走势上 有机会会再试 下面接近9.4的位置 所以如果家庭观众是想买货的话 我建议不妨留在9.4附近 再考虑会比较 好啊 谢谢 黄小姐有没有其他问题 去到9.4附近 先考虑慢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家庭观众也很感谢Stanley 不如先看看油股今天的表现 好啊 不要紧要的 我都可以报一报 883中海油 15.3 今天来说是跌1毫2的 看起来其他的表现 中石化8个1毫7是跌2先 中国石油9个8毫3跌2毫1 而中海油15个3是跌1毫2指 好啊 谢谢Stanley 多谢家庭观众打电话给我们的电邮 或者是电话 我们要先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 继续会有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 你放了机会了 有什么随时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 要做申报 以上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都没时间的 好 谢谢你 先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继续有问答环节 不要走去